央视网消息,美工部队额外2000亿美元,中国输美产品,加征百分之十关税的清单。 11日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,我想再次强调,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,中方将做出必要反制,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。 这是一场大边主义与多边主义,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,强撑与规则之战,中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,站在历史正确一边,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。 华春莹,华春莹,当今时代,各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,价值链,彼此之间相互依存,青山相伴,立即达人包市正确选择。 如果固守灵和博异的过时思维,任性挑起贸易战,不仅损害当时双方利益,也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利益,不会有营养。 中国货物出口的40%,高科技产品出口的2%都是在华外自企业实现的。 正如商务部发言人说过的,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,也在向自己开火。 你刚才提到的多类国际经济界,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说明,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险,害人害己,不得人心。 我想再次强调,这是一场大边主义与多边主义,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,强权与规则之战。 国际社会因共同努力,坚决抵制大边主义,反对保护主义,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,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。 华春莹,关于中美贸易问题,中方立场非常清楚,我们不想打贸易战,但也不怕打,中方会及时采取坚决有利措施,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,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